还有大同南山的野溪整流工程 县长在听取地方意见之后 除了希望地方用地能够同意配合工程师做之外 也只是与台七甲介面衔接一定要做好水流疏通 另外对于过斗边坡能够减少开发 而是这样工程预计在9月就可以完工 对于大同南山野溪整流工程 县长林聪贤在听取地方的意见之后 除了希望地方协助取得地主同意配合工程师做 以立工程的进行之外 对于野溪与台七甲县的衔接处排水界面 县长也特别要求要做好疏通及师做成沙池等等 避免野溪的水宣泄不及造成一流酿成灾情 我先用地的部分 这些地主一定要请他来配合 因为地主不配合不做 他将来那个土地也会不见 因为不断的会冲刷就会不见 这个不断的要让它沉降到那边 刚刚讲说跟台七甲那个湘海街 湘海坐在当 如果你没有给它缓冲 我们一般都是会有一个能够沉沙 把那个土石它冲出到这样 能够沉沙的地方 然后水让它进到我们排水沟 就不会发生阻塞 上次其实是土石下来都煮住了 它就漫流 那就变成土石流 现场对农民在过斗的山坡 种植高冷蔬菜也期望未来能够减少开发 降低对山坡的扰动 以免大雨造成土石流 危害到南山居民的住家安全 这里最最要紧的其实是 你这边如果大家继续让它发生土石松动 边坡滑动 受害最严重将来会是整个住宅区密的地方 我们看起来这里的雨量 不管在哪一个季节 它都非常的充沛 雨量充沛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工程只是做稳定 然后疏导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几个位置 现在不止这里 整个你看这里的山 我们上次来就很担心 请村长跟乡公主这边 不要再继续破坏 坡度比较陡的地方 你去破坏 可能那里是新的土地 那里种很好种 不过一发生再来 就是最严重的地方 而且会不断的滑落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合作的 这次野溪整流共有三处 这处位在加油站旁的野溪 预计一个月就可以完工 而全部工程则是会赶在九月来完成 与确保南山部落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